受到熱帶風暴崖雲尼的外圍雨大影響 天文台上午6時50分發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 粉嶺有蔡田被浸 汪宣媒報導 清晨大雨期間 粉嶺馬小步村有水浸報告 蔡田 入村的小路都被水浸住 最深的時候浸到入屋 居民忙於清理積水 新界北特別水浸報告 在清晨6時50分發出 天文台說 尤其上水一帶受大雨影響 幾個小時內錄得超過100毫米雨量 市區沒那麼大雨 但都有水浸 港鐵鑽石山站 A1、A2出入口 有雨水 由一個地盆湧入 港鐵職員清理積水 和堆起沙包 又派人在地面封閉兩個入口 乘客要改由其他入口去港鐵站 列車服務沒有受影響 西環沙灣勁 早上大約7點 有一棵15米高的大樹倒塔 橫跨來回行車線 消防員割斷樹幹 移開倒塔的樹幹之後 露面重開 有先電視記者 黃雪梅報導 ög一、айте派人 固定